多伦多地产局发布楼市展望 2023年将是充满变数的一年 对于许多多伦多的房产投资者 或者准备入市的购买族来说 都很关心2023年大多伦多地区的楼市将如何变化 地产权威专家分析 在经历去年的大涨和大跌后 2023年多伦多的楼市有可能慢慢起稳 但接下来的走势恐怕将有重大的变化 考虑到最近几个月 对于房产的预测众说纷纭 包括乐观和悲观的 多伦多地区房地产委员会TREB 发布了对今年相当乐观的展望 预测今年下半年房屋销售 价格和大多伦多地区GTA购房者之间的竞争 将有所上升 TREB首席市场分析师Jason Mercer建议 2023年将是充满变数的一年 由于较高的借贷成本 和相关的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 挥之不去 上半年的感觉将类似于2022年的秋天 然而 伊普索Ipsos最近的民意调查表明 购买意向正在逐步上升 伊普索的数据显示 在加拿大央行连续加息后 迅速冷却了房地产市场 但Mercer预计这一趋势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逆转 买家有望重新开始入场 Mercer说 2023年下半年 在较低的固定抵押贷款利率 相对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 和创纪录的移民的支持下 对所有全住房的需求应该会增加 预计2023年的房屋销售量为7万套 这将远远低于2022年的结果 但T2REB预计将看到 下半年有明显的改善 所有房屋类型的平均售价 将反弹至114万 但预计2023年的整体平均价格 仍比2022年的平均值低4% 基于伊普索的数据 显示购买和上市意向都在上升 专家们相信 2023年下半年的市场会有很大不同 T2REB在其市场展望中 还考虑了Cansia的交通基础设施研究 和Pambina研究所关于电动汽车趋势 和房地产之间关系的数据 这些资料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多伦多正准备迎接新居民的激增 这将进一步增加该地区房地产市场的需求 人口的增加将使我们有必要逐步转变人们的居住和移动方式 T2REB首席执行官John Dimi Kelly说 预计到2051年 Greater Golden Horseshoe地区的人口将增加71% 这种繁荣将伴随着 对建设可持续住房和配套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关注 Dimi Kelly说 这是一个警钟 他补充说 我们知道有一种更好的方式 来建造房屋和社区 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愿景 着眼于从原材料到绿色设计的环境 可持续性 这将使后代受益 而不是负担 T2REB主席保罗巴伦强调 仅靠住房不能解决人口增长问题 他说 必须有适当的基础设施来支持 主持人口更多 主持人口增加 白后 一层合